三到五岁 您就在这个时期抓住他一件事 对他做一次训练 比如他买小汽车 买了家里无数了 他还要买 在商店开始闹起来 说我就要这辆小汽车 你说你家里那个跟这差不多 不要买了吧 不行我就要我不走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您就开始一定要对他做一个 克制任性的训练 把他抱起来 抱回家 您是也不要打他 也不要骂他 任他哭去 你不要管他 抱回家了以后干嘛呢 放到卧室里去 卧室没什么危险的地方 把卧室 然后还要一对一 就是不管爷爷奶奶 还是谁来管 一个人管足够了 把门一关 四个不要 第一呢 在这个时候不要骂他 母亲或者父亲骂他吧 都不好 第二呢 不要打他 你那么老大个 他那么小 你打不公平 第三 不要说教 因为什么他这时候正在闹呢 你说什么在他耳边都是噪音 你越说他越跟你闹 所以呢你要安静下来 第四呢 你不要走开 他闹给你看的 所以你一定要看着他闹 四个不要 您就坐在这里 把门一关 往孩子跟前一坐 就说孩子 我今天这事不行就是不行 您闹吧 大家会跟你哭 我那孩子小时候 有一次要他被子 也是跟我闹 我一句话不吭 我就坐在旁边 哭得累了 然后他把小被子挪下来 看我一眼 结果一看就在跟前 然后接着 还在自了哭 一直哭得疼 筋疲力尽 结果哭完了以后呢 有的时候我就讲 到这个时候 孩子哭得筋疲力尽 我就讲 他包括脑子 磕在床脚上 你都不要管他 为什么呢 他知道疼 他磕完以后 你就问他疼不疼 因为孩子哭的那程度 也挺难受的 擦一把 擦完以后 这孩子心想 你是不是回心转意了 然后这时候 你接着要一定要 跟上一句话 把毛巾往旁边一放 往旁边一坐 还哭吗 要哭接着哭 你看你没有不文明 也没有打他 也没有骂他 你只以这种方式告诉他 如果你闹起来没道理 我不心疼 我也不让步 我也不跟你闹 你就闹吧 那么这一次 他就会知道了 以后闹是没用的了 所以孩子越小管越好管 闹没用以后呢 第二个事 就是你也不能 让他太压抑了 那怎么办呢 你跟他讲 以后有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 如果你要能说服我 我没准可以考虑你的要求 这是给孩子 再留一条路 那么他小嘴巴巴 他一旦要跟你说 妈妈我想要辆小汽车 你这小汽车 和家里有什么区别 你能够讲讲吗 鼓励他跟你交流 当然交流呢 一般什么原则呢 我刚才三比一 就是三次 你就满足他一次 让他知道交流有用 但又不要每次都给他 这样的话呢 这孩子以后 第二个问题就解决了 他知道跟你交流 那么这个关系要建立好 第一你说不行的事 他不闹了 第二他要 如果真的想坚持 他会跟你商量 这个到青春期 你们俩的关系就好处了